你看到街上 你住在街上 全都很清潔 這就是你家 這就是一 這就是二 其他人從街上走過 想到什麼 看起來好像一個工作 我們是今個星期的什麼 今個星期的垃圾靜入身 其實我們都不想這樣做 但是我們的垃圾 實在是搞不定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A 我是LanLanBai 我們今天要來拍垃圾 這麼慘 我們的頻道開了一個月 已經開始拍垃圾片 不是 因為早兩天 我們這些垃圾沒有人收 然後我們的代理人 就來罵爆我們 我們有一個WhatsApp Group 我們新搬來兩個星期 就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然後呢 早兩天我們代理人 就發了一些影片 就說我們收垃圾那裡 是有很多問題 那我們到底被他罵了什麼 我已經寫下了 一會兒就帶大家去看看 到底下面有什麼情況 我們現在出來了 這裡呢 就是我們放垃圾的位置 這兩個都是放普通不可以回收的垃圾 到底那個代理人罵了我們什麼呢 第一點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看我們周圍的鄰居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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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說 我們這裡很亂 然後你看看其他鄰居 你看看它多靜齊 哇 你看看這裡 你看看 你看看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就是你的家 這就是一 這就是二 這就是二 這個垃圾桶呢 不應該有那麼多顏色的 就是應該要有 黑色的垃圾袋 然後呢 他就咬我們這裡 不知道放了什麼 就有這個 藍色和綠色的垃圾袋 每個人看到這些顏色的垃圾袋 就不收我們了 還有裡面呢 是有些可以回收的東西 但沒有拿出來 就這樣丟掉了 在那裡 這是黑色的 所以它不可以放在黑色 只有在白色 所以你看 這裡 大部分的垃圾 是在清潔 為什麼我們要 把黑色的垃圾 和清潔 半開 半開 那接著第二點呢 就跟我過來 這兩個呢 就是回收的垃圾桶 那我們又打開來看看 OK 這裡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 這個是不知道放了什麼 有很多垃圾袋 但是其實呢 回收的垃圾桶 是不知道為什麼有垃圾袋 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也是不收的垃圾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三個垃圾桶 而這個呢 就是放一些 懸藝的 家庭的垃圾 還有就是呢 他還罵我們 這裡很多垃圾 就是這個 其實我們都要清潔的 但是其實 這些東西呢 是我們過來的時候 好像已經有了 還有 我也不知道怎麼清潔 那麼多東西 每一位都是一個好男的專業 但 如果你看到外面 看起來 看起來是一個垃圾桶 什麼 是什麼 原本是不知道 這些垃圾分類的 我們是沒做過 因為 還沒輪到我們做 那今個星期 就是輪到我們做了 我們是今個星期的什麼 這個星期的垃圾 直入身 oh no 我們剛剛才看到 我們很多垃圾桶 然後他就說我們 怎麼我們這麼多垃圾桶 都搞不定 我們旁邊的屋呢 只有三個垃圾桶 然後我們有幾個垃圾桶 剛剛才出面有兩個 來啊 然後呢 這裡呢 有一二三個 然後裡面的家庭裡面 還有一個 是裝著魚的垃圾桶 然後他就說我們 這些垃圾桶多人一倍 但是都搞不定 我們的家庭 三色的 三色的 二色的 一色的 一色的 這房子 一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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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清潔 最搞笑的 我們判斷了 我們這棵子 這個就不關垃圾 這件事是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裡是沒有油箱的 有警察怎麼扔這些信 就是靠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開了 是啊 那他就可以這樣打開 然後就扔這些信 扔這些信 然後那位 那位警員說我們為什麼 他跟我說 很噁心 他覺得很噁心 然後他就說 不如刷一張紙出來 然後刷一張貼在這裡 好了 不要太齊了 就是這樣 其他人在街上的街上 就想說 這是什麼 好像是一件事 那我們就介紹一下 我們垃圾直日生到底要做什麼 首先進入我們的廚房 先進去 好冷 今天就是10月9號 我們下個星期收垃圾的日子 就是 星期四 即是13號 每個星期都是這樣的 逢星期四早上 他們就會派人來收垃圾 但是他收的垃圾種類 每個星期都不同 那藍色呢 13號這個位置 就是代表他們收回收的垃圾 那橙色的 schedule就是代表他收普通垃圾 是的 這些普通垃圾 和可回收的垃圾 都是每兩個星期收一次 但是 全員就是每個星期都會收的 即是我們要再等多一個星期 才有人收我們這些 不可回收的垃圾 這些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處理的垃圾棚 這個呢 就是Jungle Waste 就是普通垃圾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廚 然後這個攬裝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收的垃圾棚 而垃圾棚的 就是垃圾棚的時候 就用出面的垃圾棚的 好 那我們這個垃圾棚呢 可以裝些什麼呢 就是 椅啊 椅皮啊 浮水盆 膠瓶 那樣 但是呢 所有這些膠瓶 汽水盆條 都是要清潔 才可以放進去 那我們就檢查一下 我們這個垃圾棚 是否正確 這個是很好的 它會寫明呢 有些什麼是可以回收 有些什麼可以回收 你見到這個膠瓶 看起來好像不可以回收 其實它是寫了可以回收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之前就可以看一下 它寫的東西先 那這個呢 我就不明白 因為這個呢 就是 吃炸雞丸 對 就是我們附近那間炸雞房 我們吃過 那邊呢 其實就是垃圾棚 什麼紙巾都有 雞麟啊 雞房呢 是可以放在這個 收藥棚 就應該要放在 柱魚 的回收棚 那柱魚的回收棚 可以放什麼 柱魚的回收棚 就是放在柱魚 是嗎 柱魚 就是 那些鬆手鬆尾 那些蔥 那些水 那些 然後那些 批了下來的皮 批了下來的皮 兩個 雞蛋殼 雞骨 那些 全部都可以放下 這個位置 所以要注意的是 如果 把柱魚的回收棚 和它 放在柱魚的回收棚 然後放在柱魚的回收棚 然後放在柱魚的回收棚 這是法律規例 然後呢 還有一根蠟雞蛋殼 如果你分不出 那種蠟魚的回收 那你就扔下這個藍蟲 但是 沒有太過濫用這個藍蟲 因為如果你放在柱魚的回收棚 其實是 它限制了你 Drenal Waste的 垃圾空數量 就是為了迫你回收 沒錯 那我們現在 建任我 就將 這個滿了的回收棚 放進去 外面的回收棚 去哪裡 天色以後 要留意的 那些回收棚 就相對簡單 因為是不需要用棚 去裝著的 我們由天光怕到天陷 收棚 這些東西 真的好辛苦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處理一下 顏色不對的問題 這些東西就是你住一些 住的房子 要留意的地方 要留意的地方 雖然別人做得不好 但是你也是 這間屋的一份子 因為如果你今個星期做得不好 下個星期又沒有人收垃圾 你都挺嚴重的 嘩 這些呢 這些是它連結也沒有打 是啊 這些 所有的垃圾袋 都要綁好那個結 為什麼要綁好呢 因為如果它漏了一些液體出來 是不收的 這裡也是沒有綁好 然後我們剛剛才聽到一些女罐的聲音 是啊 真的代表它沒有做好回收 其實我們都不想這樣做 但是呢 我們的垃圾袋實在是搞不定的 是啊 那其實 可以扔這個去那邊的 是啊 這裡的負擔會少一點 這麼英俊 但是做了這些東西 我是那些 英國垃圾姜濤的 人家也很威威的 終於搞定了 處理了垃圾 我們自己的垃圾都扔不住 不行了 我們要回去洗手了 洗澡了 洗澡了 要這樣嗎 不是 這個只是我 個人的反應 自己與說好的不同 我們再說好 我們想要幹什麼 我去看 有的 我們先看 我們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公園